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投球抢到了前点 先是观察了一下队友的形势 然后把球往外带 然后闪出了传球的角度 李宗盛和卫星在右路的配合非常默契 能够有这种时间和空间 来很好的把球控住 这次传球不错 胸部停球 体能和意志应该说是比较顽强的队员 好球 这球没有出 这个球判卫星防守犯规了 10号中村俊甫 李宗盛和郝海东排成了人墙 危险 日本队把球打到后点 然后百度回来 好像是由15号伏西重始 投球攻门 日本队第一次攻门 在上面是比赛进行到22分半中左右的时候 应该是21分半左右的时候 日本队率先得分了 他们的第一次攻门 果然是利用任一球得的分 这个球 后点队员摆过来 15号伏西重始 实际上这个球的失误 就失误在对后点队员的这个盯棚 对 三号孙祥先顶了一下 他注意对方二次的这个人 又把球传在门前 刘云飞打一下 张耀坤解围 郝海东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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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嘉一 再横传 卫星已经插上了 看卫星怎么处理 这个球卫星 反归了 直接在我们这个后场啊 就对你进行逼抢 所以说很难拿球转身 好球 我们看孙祥拿球 交给严肃 严肃要突破 犯规了吧 应该 这个球 裁判还是没有判 严肃把球控好 能不能进来 抹进来了 再传 再打 有了 球进了 21号李明 在上半时比赛 进行到30分钟的时候 为中国队将比分翻平 穿口能活 李明是用左脚推 李明在射这个球的时候 身体已经差不多快 失去重心 对 但是呢 他把所有的 这种感觉都 击公在左脚上 所以球感非常好 球非常快 因为对方对我们的第一场特别紧 交给卫星 好球 李明套边 卫星直接窗到门前 郝海东 郝海东飞起来了 但是没有能够抢到这一点 对 对方的防守啊 对海东贴得很紧 而且实际上这个球有一个推人的动作的 应该说双 中国队将比分翻平 应该说双方的这个争夺啊 真的是在中场 但是呢 又可以看出这两个队对这个机会的把握 非常危险 十一号零木龙行 嗯 少嘉一 少嘉一在观察 好球 摆脱 射门 村口能活 勉强扑了一下 老江李明拿球 桑托斯在防 防守的位置 选的还不错 今天的没有让日本队在左路行动太多的攻势 好球 传的不错 赵俊哲上去了 最后十分 球 郝海东啊 没有能碰到这个球 窗口能够挡了一下 刚才赵俊哲的突然插上 确实很有威胁 赵俊哲还观察了一下队友的位置 海东啊 没有能够蹭到这一下 想把球直接塞到进区里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主裁判 吹响了上半时结束的哨音 下半时比赛开始 好球 好球 这个球 刘云飞把球挡了一下 中村还是选择了船球 员云飞出击过程当中 这个时候中国队的主教练阿里汉做出了一个变化 中国队现在上场的是11号来自深圳建立宝的前锋李懿 他换下了带伤出场的9号郝海东 点非常好 这个传统很无一切 结尾 拿球的就是郑志 人球封过 速度很快 还在批速度 好球 郑志在看 在传 所以还有 打 打在对方的身体上 脚球 丁木龙行在传 危险 好球 刘云飞做出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扑救 这球确实很危险 还好 他顶得比较正 对 顶得太正了 日本队发脚球 危险 这球进了 日本队还是利用脚球战术 我们看 邵嘉一 和几名中国队队队员都示意对方队员可能手球了 大家再看 这个球 是用手打进去的 是六号 中田号二用手打进去的 这确实是用手打进去的 这是一个误判 非常明显的误判 但是可能门前人太多了 主裁判和助理裁判都没有看到这个球 孙纪海上 他换下了 阎松 日本队也是很聪明 也是加强一些变化 这个时候中国队准备 由13号徐云龙 换下29号李金宇 打 好球 哎呀 这个球 11号李懿 假如他能够稍微蹭一下 球稍微有一个变相 对 参考能活在铺这个球就太难了 小嘉一 再给孙纪海 好球 再传 有了 哎呀 中国队两名队员 13号徐云龙 11号李懿 都没有抢到这一点 两个人都没有抢到这个一点 李明 好球 机会 机会啊 李懿回传 再打 李懿呀 再看 哎呀 这个球为什么还要蹚 其实 穿口能活已经是倒地了 这球把球轻轻一戳起来 徐云龙 还是 进攻的也很多 哎呦 又是22号中则又二 好球交给徐云龙 孙纪海 纪海还在找机会 对方办了一下孙纪海 哎 裁判员怎么 这种球居然不判吧 那他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表现 确实有失水准 你看他确实是用脚胶滑倒了 孙纪海啊 勾倒了 踢卡的左脚 对啊 但是这就是足球 哈哈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中村 这个球没有越位 危险了 3比1 这个球是锁定胜局的一球 3比1 中国队显然是受到了 刚才裁判员这误判的影响 输得让人很感觉遗憾 对 这是一场非常遗憾的比赛 中国队 没有能够抓住机会 实现突破 但是 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 并不是失败 靠近平